大陸盛会先头目旋风 由爸妈不惜花上百万台币 将孩子送到韩国 当练习生进行模特儿训练 去年那个入学第一届的 韩国优手女团 去年那个寒假已经培训过了 今年八月份还要再去 走起梯台架势十足 十一岁的娄思诺 已经成为美光灯和镜头追逐的对象 一开始我是想培养她的气质跟自信 还有胆量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 想往这方面发展的那个意向 现在觉得看她自己吧 望子女陈龙凤 其实当同模的收入也很可观 我年收入高一八十多万 第一点五六十万 他们最高的人能拿到 最高的人五百多万 六百多万七百多万 证明大陆和塞尔维亚的混血儿小孩 在模特儿圈很吃得开 小小年纪 年收入达到四百万 让人难以置信 就像今天七十多件 大概八千多块钱 而这个九岁的小女孩 已经做了六年的模特儿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三百天都在拍摄 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 就看我以后的身高了嘛 现在偏向当明星 又会唱歌又会跳舞 又会走模特儿的 衣着光鲜亮丽 闪光灯环绕 这些小小模特儿没时间玩耍 却也不觉得辛苦 怀抱明星梦 进行魔鬼训练 只为走上伸展台 获得掌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